我国人口今后会达到峰值 你刚才惯性的问题 但具体时间现在看还有不确定性 预计在未来一段时间内 我国人口总量会保持在14亿人以上 普查的结果还显示 我国16至59岁劳动年龄的人口 为8.8亿人 劳动力的资源仍然是充沛 我国人口的平均年龄 通过这次普查了解到是38.8岁 总的看依然年富力强 美国最近公布了 也是最新的人口过去十年的人口普查 年龄是平均38岁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